台湾有一部叫做《咒》的电影 讲的是 人们将一尊鞋像封印在一条幽深曲折的隧道中 但被两个男的闯了进去 释放出了这尊鞋像 我之前听人说过一个类似的经历 跟这部电影有着诡异的重合 同样是关于一条隧道 同样是被两个男子闯入 只是他们在隧道深处遇到的那个东西 比电影里的鞋像更邪性 更诡异 他们在里面发现了一口水缸 就是早些年农村里经常能看到的那种 沉水的陶土缸子 或者说 是一件外形与水缸极为相似的法器 用来承载封印那个真正诡异邪性的东西 当初布置下这一切的高人 花费了不知多少心血 付出了不知多少代价 终于将那个鞋异的东西封印在法器里 但他万万没想到 最后一切都败在那件法器的外形上 那件法器的外形太普通了 普通道让那两个误入进去的男的 以为眼前真的只是一口水缸 所以他们打开了那件法器 我当时听完这个事 又专门去看了周这部电影 尤其是看了电影中封印着鞋像的那条隧道 才发现这部电影的导演是下了真功夫的 电影中关于隧道的很多布置 包括到处摆放的镜子 指路的泥泳 还有未完成的祭坛 都能在一些古老民族中找到对应的出处 最重要的是 和我听到的那个事 也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 只是一个在台湾 一个在四川 这件事的主人公就叫的陈福生吧 陈福生在四川一个偏僻山村中长大 他们村子里据说从祖辈就迁移至此 有着数百年的历史 一般来说 这种历史悠久的村子 一定是建在一个山水养人的地方 不然也不能一代一代繁衍下来 但是他们村子的地质 却叫人一言难尽 简单来说 就是地里的土不养人 种什么庄稼都半年不活的 连井水都要往地下打几十米 才能有一点点活水 就这 水质还浑浊泛黄 带着一丝苦味 所以陈福生小的时候 为了能有一口水喝 村里人没少去外村抢水 每次全村老老少少一起出动 连小孩都要踢着根竹棍撞生事 他弟弟陈福贵当时就在一次抢水中 被对方用木棍打瘸了一条腿 那时候年纪小 医疗条件也不好 自此成了一个瘸子 家里的长辈为此跟村里的老人争吵过很多次 说再在这里耗下去 他们村子早晚要断了根 每次这个时候 村里的老人总要重重抽几口手中的烟锅 然后用烟杆指着村子的东北角 用一种奇异的语调重复着说 八老爷在看着呢 哪都不能去 村里老人指的是村子东北角的一座破庙 陈福生也不知道那座破庙是什么时候建的 只知道其存在时间比村子还要长久 村里相传 那座庙是八人建造的 四川古来被称为巴蜀之地 追溯这个称呼就来自巴和蜀这两只古老民族 在《山海经》中曾有记载 说是太号生贤鸟 贤鸟生成离 成离生后照 后照是始为八人 对于那座八人建造的庙 村里人的感情一直很复杂 他们一方面对那座庙敬若神明 另一方面又严禁任何人靠近 只有每十年的一个特定日子 村子最老的老人 才会在村人的见证下 带着猪头鞋 羊后蹄 还有一根牛舌头 这三样东西进到那座破庙里 待一晚上 哪怕是物资最紧张的年代 这个习俗也不曾断绝过 陈福生的爷爷也曾进去过 出来不久就卧床不起 就跟之前那些进去过的老人一样 在床上哀好了三天 然后在一个很平常的早上去世了 陈福生当时和弟弟躲在门后面 看着父母收拾爷爷的床榻 那些床柱上不知沾染了什么东西 凝成一块块巴掌大小的黑块 散发出一股难以形容的恶臭 隐约还有一条条白色的虫子 在里面蠕动 无论是床柱 还是爷爷生前穿过的衣物 用过的东西 很快被父母一把火烧了 与之前那些进过庙的老人 身后待遇如出一辙 受此影响 陈福生心中对那座破庙又惧又怕 感觉里面潜藏着什么恐怖 又不可揣测的东西 只想躲得远远的 只是躲得再远 也躲不过命 那天 陈福生和弟弟去十几里外的集市贩卖草药 忙活了一天 等到快三世时 自家摊位上突然来了一个男子 那个男子看起来年岁与他们相差无几 脸上左眼的位置截着一块厚厚的疤 看穿着打扮不像是当地人 男子对着他们摊位上的草药 跳跳捡捡了半天 临到结账时 拿出来的钱却对不上数 最后掏出一块黑色的石头要抵杖 陈福生本来想拒绝 但他弟弟却一把抓住那块石头 爱不释手 石头浑圆如弹 边缘位置被打了一个孔 穿着一根红绳 陈福生对那块石头倒是没啥感觉 就是感觉上面那根红绳缠得蛮有意思 又见自己弟弟十分喜欢 最终还是同意了男子的要求 可就在男子转身之时 他目光不经意一辟 却看到男子走路的姿势异于常人 两个肩膀一边低一边高 双手直挺挺垂下 自是说不出的怪异 陈福生心里莫名一跳 只是当时他急着收摊回家 将这丝一样压在心底 拉着弟弟 两个人披星带月地往村子里赶 一路上 陈福生发现他弟弟不停把挽着那块石头 似乎那块石头有什么魔力一样 陈福生看着弟弟这副模样 心里也没当回事 只是在刚踏进村口时 一件让他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 他弟弟突然身心一转 跟着了魔一样 一步一步踉强着 朝着村子东北角静直而去 当时夜色深沉 他弟弟搭拉着身子 两个肩膀一边高一边低 竟是跟白天看到的 那个男子走路姿势一模一样 步伐亮亮呛呛 浑身都透着一丝诡异 陈福生见到这一幕 浑身毛骨悚然 仓促之间 他脑海中不知为何 突然闪过白天那个奇怪的男子 但诡异的是 无论他怎么回想 都想不起那个男子的相貌 只记得那个男子怪异的走路姿势 还有脸上左眼出那块后巴 陈福生又急又怕 一边嘴里大声呼唤着 弟弟的名字 一边追上去 想拉住弟弟 可他弟弟就跟中了鞋一样 对陈福生的呼喊视若无睹 反而一只手死死地扣住陈福生 两人就这样拖曳着 一前一后朝着村子的东北角静直而去 那里是村子的禁地 八人庙 陈福生当时腿都下软了 整个人魂飞天外 完全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只能任由他弟弟将他拽着 踏进那座八人庙 迈过庙门的那一刻 陈福生的手腕一松 原来是他弟弟终于松开了他的手 四目相对间 陈福生看着弟弟一脸如梦方形的表情 由自心计地倒退了几步 哥 我们这是在哪呀 他弟弟梦一般说出这几个字 陈福生心中的重担 在那一瞬间清洗而出 抓住弟弟手中那一块绑着红绳的石头 将其狠狠抛在地上 正准备把刚才那诡异的一幕原原本本告诉弟弟 心口却猛得一跳 他们现在还在八人庙里呢 一瞬间 之前关于这座古庙的所有恐惧 全部涌上心头 陈福生哪里还敢再次滞留 拉着弟弟的手 就准备冲出庙门 也是在这一时 他才发现 刚才大开的庙门 已经紧紧地锁上 哪怕他使出吃奶的劲儿 也拉扯不开 陈福生尝试了半天 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绝望地看着那扇庙门 这扇破朽不堪的庙门 似是被一股无形的屏障所笼罩 任他怎么努力也打不开 他们被困在这座古庙中了 在这个过程中 他弟弟也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 还有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一张小脸下的煞白 俩人面面相识间 都看到彼此眼孔深处满意而出的不安 只是不安之后 总还是要面对现实 这里就不得不提起一句老生常谈的话 来都来了 兄弟俩意识到 一时半刻也离不开这座古庙 只能硬着头皮 打量起古庙的内部 古庙内部只有三四十平 正中央的位置是一方秘宿的台子 上面坐落着一尊雕像 不是寻常寺庙中那种神佛的金身 而是一方看不出模样的粘土装物体 也不知是上面的雕像在岁月流失下腐朽衰败 失去了本来模样 还是原本这里供奉的就是这么个玩意 透过古庙顶部照进来的月光 陈福生发现 那方粘土装物体表面还有七个凹进去的深坑 里面似乎藏着什么东西 只能隐隐看到个轮廓 但古怪的是陈福生却总感觉在什么地方见过类似的东西 他压下心头的不安 正想再打量一番 耳边突然传来弟弟的声音 哥 你看这里是什么 陈福生寻声望去 他弟弟站在方台左侧 正打量着什么 靠得近了才发现 方台侧面竟然有一个隐秘的洞口 本来上面盖了一层芦苇模样的东西遮挡 只是刚才被他弟弟扒扯下来了 透过洞口往深处望去 里面坐落着一口水缸 水缸模样普通 陈福生他们家院子里就有一口类似的 用来承接雨水 但眼前这口水缸 缸口位置混圆一片 没有任何入口 陈福生眼皮一跳 总感觉哪里说不上来的别扭 他想起那些鬼片中活不过三十分钟的死老套 感觉自己兄弟俩现在所作所为 无不应和 心念转动间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伸手扯着弟弟的袖子 准备再去尝试下 看能不能打开古庙的门 目光一转 却赫然看到自己右手手腕上 不知何时多离穿红绳 红绳下面 吊着之前那块被他扔在地上的石头 电光火时间 一股难以形容的惊恐 如电流一般 瞬间窜上头皮 直击地沉浮声 头皮发麻 他下意识抽动手臂 想甩掉那块石头 却发现自己根本控制不了身体 就跟鬼上身一样 眼睁睁看着自己一记手刀 将弟弟打晕在一旁 然后一寸一寸 蹲下身子 钻进洞口 洞口狭窄 更何况里面还坐落着一口水缸 只是陈浮声当时只有十二三岁 所以勉强可以挤进去 陈浮声胸口砰砰直跳 却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看着自己双鼻张开 抱贴着那口水缸 如此近的距离之下 他清晰地听到水缸之中 传来喷 喷 喷的声响 就像心跳一样 在这个寂静的环境中 格外让人毛骨悚然 然后这口 至少上百斤重的水缸 被一寸寸抬起 沉浮声后脚跟着倒退 以一种诡异的姿势 将其一点点抱出洞口 喷 水缸中的异响在那一刻 似乎停滞了一下 陈浮声一掌拍在水缸的缸口位置 巨大力道作用下 这口水缸表面瞬间布满 蜘蛛网般的裂痕 随着一声金铁断裂之声 大半个缸伸错裂开来 四分五裂 随即是一股难以形容的恶臭 扑面而来 陈浮声抬目望去 断裂的水缸之中 盘坐着一具白森森的骸骨 骸骨加低而坐 眉心处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洞口 早已不知死去了多少年 但即便如此 那具尸骸双手的骨结 依旧结成一个古怪的手印 手印之中 现象着一个东西 即便是死 也没有松开 陈浮声上前 一脚将那具尸骸踹翻在地 尸骸轰然垮塌 手中那个东西随之滚落在地上 那是一块青铜骨片 隐于看到上面刻满迎头大小的鸟转 青铜骨片掉落在地上 表面顷刻间冒出一股黑烟 等黑烟散去 骨片已不知所踪 做完这一切 陈浮声才回过头 对着什么地方冷笑一声 哎 一道低愁的叹息声 在古庙中随之响起 叹息声中 陈浮声发现自己 又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 他吓得鼻涕带泪 跌跌趴地缩到一边 刚才那一幕幕发生时 他仿佛被一个未知的存在 占据了身子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打晕弟弟 抱出水缸 踹翻尸海 视线的最后一眼 陈浮声小心翼翼地回头望去 那也是刚才叹息声传来的方向 原本方台上 那尊黏土壮的神像 不知何时消失不见 一个老者蹲在那里 老者面容高骨 眉头紧皱 似乎心中藏着什么化解不开的忧愁 陈浮声瞳孔莽得一缩 老者的眉心处 赫然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洞口 难道 这个老者就是水缸中的那具 电光火时间 陈浮声心中闪过一个匪夷所思的念头 下一刻 他脑海中的杂念云霄烟散 耳中止于那个老者的叹息声 七十年了 花费了整整七十年 莫非成败皆是天意 在老者的叹息声中 陈浮声浑身颤抖着 终于明白刚才这一切的前因后果 原来这个老者乃是一位隐世之人 精通于地天之术 当年心有所感 算出黄河下游有邪物出世 上面记载着七种不容于事的邪术 但当老者赶到那里时 还是晚了一步 邪物已被人挖了出来 上面记载的邪术更是流传开来 自此绵绵不绝 一毒无穷 所幸邪物本体还是被老者所得 他算出上面记载的七种制邪之术 若向大成 最后必然需要返本溯源 借助那块邪物本体才能圆满 那些修习了邪术的人 一定会再来找寻这块邪物 为了能将邪物本体彻底销毁 同时防止消息走漏 老者找到陈浮声他们村子 先是借助这座千年古庙平地天机 在将己身置骨于一件法器之中 以身为牢 花费了七十年时间 堪堪快要功行圆满 却在最后一步时 被人借助陈浮声兄弟 这俩本村之人 找上门来 破了古庙的屏蔽 横插一手 于是前功尽弃 邪物也被人夺走 老者说到这里 又看了一眼陈浮声 叹道 自己这些年与邪物对抗 自身早已是半生半死之躯 如今还能驻留人间 无非是凭借着一口气罢了 这一口气叹尽之际 便是彻底归于尘土之时 而那人借助陈浮声兄弟俩 拿走邪物本体 因果牵连之下 将来与陈浮声他们 还当有重遇之日 现今之际 唯有将自己一生所学 尽数传于陈浮声兄弟俩 希望在将来的某一日 与那人再做一场 于是 朗朗星空之下 千年古庙之中 这位无名无姓的老者 在行江旧墓之际 攀坐泥台之上 对着陈浮声兄弟俩 倾囊传授 二叔说到这里 巴搭巴搭了几下咽嘴 我若有所思 二叔 听你的意思 彼时那个老者人生 灯油将尽 一身所学能传下来的 又有几分 就算将来陈浮声兄弟俩 能遇到那个黑手 只怕 二叔瞥了我一眼 穆罕鼓励道 这不是还有你吗 我脸上一黑 二叔这次带我来武汉 只说他的一位故人 当年误打误撞 破坏了一场邪门的仪式 身上留下了影机 在此之前 我也只知道 那场邪门的仪式 来自于一块青铜骨片 也就是传说中的太岁七邪术 可没说要我跟那些邪术传人对上啊 我心头患得患失 诺诺开口 想再了解些内情 二叔打了个哈欠 满洋洋躺在火车座椅上 将草帽拉下来盖住脸 任我怎么寒也闷声不吭 似是睡着了 我轻叹一口气 心思转动间 目光看着火车窗外 窗外大桥横跨 灯火两岸 有烟花叙叙燃了夜空 火车至此 已经快要到汉口站了 也不知 这次的武汉之行 会不会遇上太岁七邪术的传人呢 借覆住 灯火轻 炙灯火轮 火轮 火轮 火轮